好 民企来看到这个北京因为立陶宛允许台湾在首都设立台湾代表处而且挂牌了 对于立陶宛是祭出了一连串外交上头还有经贸的施压 立陶宛近期对中贸易也遭遇到了进口出口等等的障碍 因此引发了美欧多国的关切 那么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昨天亲自致电给这位是立陶宛的总理叫做习莫尼特 关切了立陶宛输往大陆货物卡关的问题 布林肯是表示美国对于立陶宛的支持如钢铁一般坚定 而且承诺会致力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来合作 来对抗大陆在外交上还有经济上面的胁迫 那么布林肯今天继续和欧盟的外长这一位叫做波瑞尔来通话了 他们两个人除了谈论到俄罗斯乌克兰边境的紧张情势之外 也关切到了同样是立陶宛的议题 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今天也公布了两个人通话的摘要 表示说布林肯跟波瑞尔是批评北京的作为 冲击到了美国跟欧洲的企业 普莱斯也指出他们两个人强调说 在立陶宛面临大陆胁迫作为之际 他们也会持续支持立陶宛 也会致力合作强化彼此的经济任性 好 另外来看到这一位是马斯克 大家都认识全球首富 他今天在推特上头提出了一个又有新想法 他常常会在推特上头po文跟网友来互动 讲一讲他最近的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概念 他说他想要把二氧化碳转化成火箭的燃料 这个大家认知里头二氧化碳是燃烧之后 产生的一个主要废弃 因为现在过度排放了 所以地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0% 原因就出在这个二氧化碳 有媒体就报道说 马斯克会提出这样的想法 可能就是要为了他的火星探险梦铺路 根据目前了解 这个火星上头大气层是由 这个95%的二氧化碳所组成 马斯克设想这个火星太空船返回地球的时候 希望可以是直接就地取材来制作燃料 当然现在地球上也需要这一项技术 就是要把这个大气层当中 多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燃料 对这个化石燃料的需求 也就可以减低了 那么当然对我们的地球 对生态环境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有专家就对此进行了一个试算 认为说如果可以有效的来合成燃料的话 再运用在火箭发射上头 是可以防止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当中的 也是一种永续发展的做法 那么前面讲到马斯克 当然大家就会想到了 他旗下的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了 特斯拉其实先前就进行了一次的 系统更新升级 让这个车辆 车主可以在行车的时候 透过这个车子里面 有一个这个中控荧幕可以打电动 虽然这个打电动的功能 是号称乘客专属 但是驾驶一样可以玩 因此恐怕会引发行车意外 那么美国的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就宣布说目前 他们是已经针对了这一项功能 对这个2017年以来 售出的一共有58万辆的特斯拉 要来进行正式的安全调查了 这个美国当局出库评估 包括了2017年一直到2022年 这个特斯拉的车款当中 包括了Model 3 S X还有Y这个车型 当局是表示这些功能 这项功能虽然号称是乘客专属的 但是它还是会分散 这个驾驶人的注意力 而且增加撞车风险 媒体都报道说 其实在这个系统更新之前 无论是驾驶或是乘客 只有在车辆停下来的时候 才可以透过这个中控荧幕 来打电动 但在更新之后 现在车辆在行进间也可以打 只是系统会先要求这个玩家 要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确认说你是不是驾驶人 但是因为没有查核功能 所以无论是这个开车的人 或是乘客 只要按下我是乘客的按钮 就可以来打电动了 也因此引发争议 相当的危险 大家不要学 来关注到疫情的部分 因为日本大阪在昨天 是出现了首例 Omicron的社区感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除了呼吁国民 确实戴好口罩 勤洗手之外 他也表示 预计会在耶诞节这一天 来配送末沙冬的口服药 到全国 而大阪昨天是新增 有四企的 Omicron的确诊病例 四企当中有三例 他们是一家三口 没有出国使 所以目前感染源不明 因此也被认为 是这个社区里头的感染 那么为了防堵疫情 岸田文雄是要求 所有的确诊者 都要检查 是不是被Omicron所感染的 他们的密切接触者 也全部都需要在 日本的疗养设施里头 隔离14天 一帅听 刚刚听到的是这个日本 即将要在下个礼拜来 配送这个末沙冬的口服药 另外一款口服药 是辉瑞的口服药 美国FDA周三的时候 就批准了 辉瑞所研发的这一款口服药 对于这个12岁以上 高风险族群 即将可以在家里头 就来使用 也让这一款口服药 成为这个全美第一款 可以在家里使用 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 预计也可以成为 对抗Omicron的重要工具 辉瑞的这个临床试验数据 就显示说 这一款口服药 在预防重症高风险患者 住院和死亡方面的效力 高达90% 最近的这个实验室数据 则是显示说 这一款口服药 对这个Omicron变异株 仍然是有效的 那么辉瑞也表示 他们已经准备好 要在美国 随时可以立即开始出货了 而且也会将这个 2022年的产量 从8000万个疗程 要上调到1.2亿个疗程 路透社就报道说 美国政府跟辉瑞签订的 这个1000万个疗程 合约价格是每一个疗程 不便宜 有530美金 折合台币将近1万5台币 辉瑞这款口服药 是要在确诊者出现症状之后 不久就要开始服用了 每12个小时要服药一次 一次的疗程是5天 辉瑞表示 他们也计划要在明年 向FDA来提交新药的申请 以便获得全面的授权 再来看到的是一个话题人物 是法国的第一夫人 总统马克宏的妻子 她叫做Brigid 她最近心情不太好 恐怕笑不出来了 因为她决定打算对人提告 因为最近在法国网路上 有谣言声称说 Brigid出身的时候是男性 而且煞有其事的说 其实Brigid的本名叫做 上米歇尔托涅 因为最近其实离法国总统大选 已经不到4个月了 所以相关的谣言 在网路上有如野火燎原 一般是一发不可收拾 那么这个谣言 对法国人来说 除了表达中间派总统 马克宏的强烈反对态度之外 当中也夹杂了一些 极右派的意识 因为过去针对一些知名的 政治人物编造有关 这些跨性别恐惧的假新闻 其实在法国算是比较少见的 而关于Brigid原本是男性的谣言 第一次是出现在了一篇 脸书上头的文章里头 这一名用户 脸书用户叫做雷伊 根据线上的资料分析工具显示 这篇雷伊的文章刊登之后 两周之后相关的话题标签 已经到目前为止 已经被转推超过6万8千多次了 而且还有17多万个赞 所以现在Brigid要提告了 他的律师也表示 这个已经相关的提告程序 是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 最新的全球现场 请用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